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今天的嘉宾主持林雨滔 我们今天就会和大家探讨一下 预算纲要发一个新的修订的相关议题 今天很高兴请到两位现场嘉宾 和我们一起探讨新的预算纲要发修订的问题 请到包括澳门观察部社社长陈伟志先生 陈教授你好 各位观众好 也请到公共政策学会会长陈卓华先生 陈教授你好 大家好 两位嘉宾就会和我们一起探讨一下 新的预算纲要发的修订问题 欢迎观众朋友继续打 2878-9192 2878-9192 或者通过营光幕上面的Facebook 或者微信专页 和我们互动交流发表你的意见 在这里看看今天先的重点新闻 行政长官崔泽安对前全国人大会员长万里世世 表示心慈哀悼 崔泽安表示 万里会员长一直积极推动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 对国家的发展 勾托对国家民主化者的建设 作出十分重大贡献 万里会员长全力支持一个两制的六十 对澳门基本化的起草傾注了大量心血 行政长官代表澳门特区 向万里会员长的家属指以生辞为民 拱包海关与珠海建议建议局 签署合作查验备望络 在横琴口岸入境旅客检查通道 开始实施全国首床的一机一台合作查验模式 通往内地海关与建议建议局 是分开查验旅客行李 实施一机一台后 就会在同一工作台检查 同时两单位签署 落实有关信息互换 监管互认和执法互造的合作备望络 而是全国字幕区的首床 本屋博彩无数日连转下跌十三个月 建制学会副理事长曾泽耀造表示 连转与一连倒数下跌 主要反映在居兵厅市场 高端客的消费人数和消费能力下跌 将来会有大量较高端的商上落成 各去赌场嘉明典的认为模式可能会有转变 商场的燃运者可能会转走一些中栋路市 会本屋中小期带来机遇 澳门光门千年会将与8月30日举行 第五届城市挑战日比赛 比赛将分为公开做、核心做、侵子做 邀请本屋不同年年层的人士参与 主办方希望活动可以提高千年人的领导和团队合作能力 欢迎回到澳门开港的现场 我们今天就和大家探讨一下 新修订的预算纲要法的相关议题 财政局现在就一个新预算纲要法 进行公众资讯 时间是7月7日到8月28日 在这段期间 大家可以就新预算纲要法的修订提多一些意见 究竟新预算纲要法包括了些什么? 社会又有些什么的意见? 我们同时都准备了近期的一些新闻片段 和大家分享一下 澳门回归之后发展急速 政府有很多公共工程的开支受到社会的关注 例如轻轨工程的问题 到现在为止都没有一个落实交货的时间 支出经常超出预算 政府计划修订实施超过了31年的预算纲要法 展开为期45日的公众资讯 财政局早前在资讯讲解会中 介绍了新预算纲要法资讯的内容重点 例如提高预算透明度 透过预算资讯的适时提供 被公众适时获释特区预算执行的情况 更好地监督政府的预算管理 又建议专款专用制度 规定任何增加特区政府总开支预算金额的项目 到需要编制法案提交到立法会審议 在新预算法我们会强调专款专用的制度 倘刀涉及不会增加特区总开支预算的修改 是可以确定了他们核准的 在一般的情况下预算修改 其实不会涉及某一个公众部门的开支 去追加另一个公众部门 讲解里面有多位预会者提出问题 希望政府更有效地使用公帑 怎样可以呢 就是每个政府部门 就避免一个活动 三四个部门都有一个支出的 就希望这个预算 各部门要科学化些 不然很多时候会出现 中期的实践性的差异 令到那个修改和制度预算的机会增加了很多 因为发现到投票方式出现了很多问题 包括工程严压、追加、共同问题 不知道怎样理解这个经济原则 会否又会引起回头 又发生了一些工程投票 价低者特的时候又延期又厚家和情况呢 希望真正新的预算干扰法能够变民 能够有效率 不要搞得更多 每个部门都在投票 新预算干扰法怎样提升预算的透明度 怎样做好财政監督 减少开支超出预算呢 新修订的预算干扰法 其实里面都有提出几项的原则 包括要重定和增加弱干 一些预算干扰法的基本原则 亦都说要实行一个专款专用的制度 另外亦都要强调预算执行的功能分开原则 即批钱不可以真的要付钱 互相制行 另外就是要规范一个被用撥款的金额设置上限 这个上限初步建议是3% 另外亦都需要列明一个跨年度的开支 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一个工程需要跨年度四五年才完成 其实第一年要提交预算的时候 除了要交当年在这个工程中的开支部分之外 亦都要提交它之后每一年的一个公共开支的预算 就是大家知道这个公共工程或者项目是需要多少年 每年的开支要多少 就是由第一年开始批就要知道了 另外就是说要增设一个预算的中期报告 就是在每年的七月底之前 就要就上半年一到六月的一个预算开支的执行情况 就要做一个报告和要向立法会審议 那么经济财政司司长梁维特 早几天去接受访问说这个预算干扰法的时候 都说了其实都希望是增加社会对这个预算执行 尤其可能大家近期都可能说的一些Peter 一些大型公共开支的一些项目的预算 或者执行的情况是更加公开透明的 那么他都说其实都要求了部门如果新的预算法执行的时候 都要求每个部门就Peter的预算每季度 就要去提交一个报告给财政局的 那么财政局能够掌握最新的资讯的时候 要去向公众作出一个公示 增加一个公开的透明度 那么听下去真的又好像比以前那个 至少在理念上增加了很多 不过陈sir听说 是不是有些不满意的地方呢 林先生就说了预算干扰法里面 微调一些的部分 那么不可以全部抹杀今次的新的预算干扰法 是有一些改进 但是有一些很重点的地方呢 我觉得它是没有调整到的 首先就是预算干扰法里面 仍然是维持单一和整体性 立法会在審议特区的一个财政预算的时候 如果仍然是面临这个单一和整体性呢 在各个部门的预算发展规划里面 其实是有意见 但是不能够呢 是做出任何的调整和监督的 因为是整体性的关系 不要打个比喻啦 简单一点就是 我们都去订酒席的 是不是 那就是一张菜单 遮住了名字 遮住了 那它就有价钱的 那这个是酒楼公司订出来 但是有些客人觉得 咦中间有一两个菜 是不太对的 那可不可以调整了 换了它 加一些钱 或者减一些钱呢 那通常 林先生这样行不行的 就是要问一下酒楼 不过现在我们就知道 预算干扰法是不行的 多数都行的 走楼就行 但是现在预算干扰法 是单一和整体性 就不行的了 那这件事情呢 就叫做立法会呢 是没有办法呢 去发挥到那个监督 和一个调节的作用 这个是很致命的 那因为一个预算干扰 财政预算是很重要的 为整个特区来说 除了开支收入之外 还有一个发展 怎样去到令到特区能够持续 有效的发展呢 预算的运用和使用 和一个潜尖性很重要 立法会呢 其实在这方面呢 是应该 我想是和政府有一个协作的关系 但是你没有办法去调整的时候 去帮助的时候呢 那 只能够照单传收 嗯 因此每一次 立法会去谈这个 财政预算的时候 一般性表决 你看到 只能够贊成或者否决 嗯 那由于是整体性 嗯 你迫着只能够贊成 嗯 到了 在小组会的时候 你做所谓细质性的审议的时候 由于又是整体性 那对于有个别项目的时候 你也没有办法 对这个提案人 作任何的调整的要求 他不做呢 你一不就接受 一不就 就拒绝 那也有不了 是啊 那前提是政府自己都可以修订的 但是政府它可以不修订 除非不修订 如果它不修订就没办法 因为捆绑式 捆绑式的时候 你就只能够照单全收 是的 那这样的状况下 立法会可以发挥的状况是很小的 嗯 那到了你财政预算執行 是报告而已嘛 加份报告 你 你看了就算了 也不用你表决的 是吧 那这个 是很 要命的一回事 嗯 那第二件呢 就是 在有关監督 里面 是 是 回归前呢 是有这个 審计法院的 是 而回归后呢 是審计署 嗯 两个机构本身的性质不同 嗯 作用都不同 嗯 那我们国家 刚刚在1月1日呢 又实施了新的预算法 是 那里面有一个是 讲到法律的责任 嗯 但是我们这个预算干要法里面呢 是对这方面呢 是 或者是掌程方面呢 是 是 回避了 嗯 我记得 去年 去年 去年的时候 问过 谭百元前 前财政司司长 是的 喂 那个预算干要法 何时出呢 那当时 报章上面的报道就是 嘿 呃 会的啦 快的啦 不過呢 立法会主席曾经表示过态度 嗯 就说 他嫌预算干要法呢 过于干领框架 嗯 希望政府能够制定一个更加全面 落实责任 兼有奖有罚的预算法 是 那今次看回这个新的预算干要法呢 呃 是不是全面 这个见仁见智 能不能落实责任负责制呢 这个很重要 嗯 还有 有没有奖有没有罚呢 真是看不到 嗯 为什么看不到呢 因为整份呢 没有条文 没有条文的 方向性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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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但最后啦 我现在讲一讲 就是 有关那个公众咨询意见表 是 九条问题 是 问的东西呢 其实答案呢 一定是yes 是 是 因为问你 是不是做到多少钱 扮多少钱 是不是啊 对不对啊 好不好啊 增加透明度好不好啊 全部都是好的嘛 嗯 那这些这样的公开议 虽然他后面有些地方写意见 不过就是 其实这个问题 包括没有条文 其实大家未必可以很准确提供意见 还有那个引导性呢 是很正面 和很正向的一个问题 你是不会有一个否定的意见 出来 那这些这样的咨询呢 我觉得是认识化了 嗯 那暂时来讲 讲到这里 明白 或者我们又听到陈教授的意见 陈sir也提出几件事 就是说 整份的一个预算案 亦都在讲 其实可能是一个掌拔制度 就是执行预算上面 另外一个可能是责任制 甚至乎其实都没有具体条文的时候 你怎样看呢 陈sir 首先回应一下 刚才陈sir讲到说 就是 究竟我们那个预算案 那个单一性整体性成交立法会那里 是怎么去理解这件事呢 那么 可能我们都知道 就是香港的制度 和澳门的制度 就是虽然我们都是特区 但是可能在基本法 或者收入框架下 是有些不同的 所以呢 再加上一些历史的原因 令到呢 就是香港的立法会 它是有权力 是每一个 即是政府每一次 动用某一个数码的公共开支 公共开支的时候 都需要向立法会去申请 譬如举例 如果政府要买一架直升机 都要向立法会申请 其实香港的立法会 不是 基本法的条文都写到明了 就是会批准公共开支 这个就是香港立法会其中 写明的一个条文 在基本法里面 但是澳门可能 就是那个原本的制度 不是禽禁 所以我们暂时 没有这样的权力 但是如果这个这样的 就是单一性整体性的 就是承交了立法会的时候 正如刚才沈sir说的 有很多问题出现了 那怎么可以 就是在暂时 我们又不能够修改基本法 之情况下 我们怎么去 改善这件事呢 那么我觉得 就是可以在那个透明度那里 来做多些功夫的 就是说 就是政府在每一年 那个财政与算案里面 可能可以有一些补充文件的 那补充文件呢 可以很详细地去将 每一个项目去 每一个部门的breakdown去 就是去详细化 那就会令到呢 我们就是 议员呢 能够可以 透过就是 预算案辩论那里 来到去更加多的质讯 还有我想补充一样东西呢 就是说 其实那些提到说 有奖有佛的 我举一些例子 譬如像新加坡 那新加坡呢 它就简单来说 它的制度是这样的 如果每一个部门 它能够在那一年 差不多到年尾之前 它能够可以 预期 用 做完它应该要做的成果 但是可以省到钱的话 那些钱呢 是可以当是一种的bonus 来到是给那个部门 是去 譬如说 可以培训自己的员工 或者有一些的附加增值 令到它的整个部门 是未来可以得益 就是不一定说是奖金 但是可以 是一种奖励 是奖励回那个部门的 那样呢 就令到新加坡的 就是每一个部门 都好像比赛那样 我今年 要做满100分之余 我只是用了90元而已 那我剩下那10元 我就可以用来 譬如 给员工培训 或者做其他事情 所以是一个很好的制度 不过教授这个重点 就是 教授说可能一些经常性开支 但是如果我们现在的政府部门 在工程的执行上面很差 就是工程钱 如果只剩下那么大笔工程钱 去做一些其他的 好像又不是合用 不过我想教授说 尤其是新加坡 它都是一个经常性开支的问题 就不是说现在的PIDA 或者公共投资很低的问题 因为是那个执行性 譬如是轻轨的执行性的问题 不过教授说就是经常性开支 如果能省得到的 应该就要奖励它了 是 而且我想补充多一点 就是说 有立法议员曾经说过 就是我们预算的执行率太低了 尤其是那个投资项目 是的,没错了 也就是说 他拿了一个大笔工程钱回来 但是呢 他没有预期去执行 他要做的工作 他不是欺负了 是没有建建的 是的,没有空去做 是的 这些其实是要罚的 所以我想政府要他做一些 另外就是说 刚才提及到那个专项 专款专用这里 我也想补充一点点 就是说 原则是对的 就是专款专用 譬如那笔工程是用来买米的 你不可以用来买油 但是问题就是说 有时候呢 如果这样东西拿得太死的话 反而是令到公共行政效率是会降低的 举个简单例子就是说 如果我 我预先设计好了一个项目 我要将买原筆的钱 和买纸的钱 分得好死的话呢 那我原筆 就是那些钱多了 但是买纸又不够 那那怎么办呢 那整个工程呢 就拖延了 所以我就觉得 这个专款专项里面呢 需要有一些酌情权 就是说局长和司长 应该有某程度上的自由财量权 这样才能令到公共行政效率 是可以更加之好 明白 陈教授也提到几个意见 那我们呢 也都在微信里面呢 有公用事业关注协会副理事长 陈炳元先生 陈先生 你又怎样看回一个新的 预署干涉法的修订 请教授 两个家好 我想我们跟市民的角度去看看 就是你发觉呢 其实今次的咨询 开始了差不多一个礼拜 但是公众的讨论都不是很热烈 就是大家都是觉得 都是不是很了解 就是这个究竟这个新的预算 要发那个修订 那个所谓的目的目标是在哪里 我想我讲几件事 第一就是关于那个跨年预算的问题 跨年预算的问题就是说 因为我们过去都没有一个长远的目标 关于有些重大的基础建设 是牵涉到几年的预算的编制 我想这件事就是其实是 今次的咨询里面 大家应该要很留意的 因为这些跨年的预算 往往都是不准确的 就是会是低估了 或者是高估了 那令到预算案本身来说 就出现了很大的偏差 就是你看香港就知道了 就是对那个 就是当年度的财政的预算 是出现很大 是时次都出现很大的偏差 是吧 那这个另外一个问题 当然刚才陈美智先生说的 他说得很对的 这个是今次的咨询 既然是咨询 大家就要提意见 关于怎么样去釐清立法会 那个审核的那个权限 这个是跟那个审计局是不同的 审计局是内部怎么样防止去减少浪费 实际上是怎么样去 去运用那些钱的问题 但是作为立法会代表市民来说 是应该很有前瞻性的 是要对一些很重大的民生 关于民生的撥款 是要有一个原则性的審议的 即不是说随便可以通过 然后事后发觉是做不到的 我想第三件事 我想在这个阶段来说 咨询来说 大家应该要讨论多些 就是关于既然 你要那个新的干扰法 是有这么多所谓的 又有跨年的预算 又有一个中期报告 那我们是不是要设立一个 常行的審计 所谓预算局 或者预算办公室呢 因为如果没有这些常行的执行的机构 那你去哪里问呢 资料去哪里齐备 去交向市民交代呢 就是不能够好像以前那样 是分散在每个部门那里 这个是每个部门 自己的职责交上去而已 但是在立法会的时候 我们是要问责 我们要有一个官员给我们问责 知道那个预算 执行的情况究竟是怎么样 现在就是没有的 你只能够问财政司 钱怎样花了 但是这个和预算里面 那个执行率又有些出入 是达不到那个解释 解释为什么那个预算是这样写 但是你执行起来 很多时候都是执行到五成或者六成 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想大家要在这个资讯里面 也要研究这个方向 明白 就是需要设立一个预算局 或者预算办公室 这样的常行的机构呢 明白 多谢了 多谢了陈先生的三点意见 其实现在就是审计署 他有一定的审计职能 也都要审核一个 特区一个帐目的预算的执行 另外呢 其实在这次预算光耀法 最后一章第七章都有写的 在过渡和最后规定里面 他说 其实现在预算光耀法 其实财政局 仅是有一个对预算违法行为之 事后追究职权的 所以在新的预算光耀法 将会规定财政局的权限 是有监察澳门特别行政区预算的执行的 所以说这就不是事后监察了 也是事前和事中的预算监察 当然预算光耀法亦都要求 所有公共部门 需要与财政局合作 提供其职责范围内的所具有的资料 其实可能 刚才陈生担心问题 他又放了财政局 不过能不能够执行得到 这个我待会再请教两位嘉宾 我们先看看天气的情况 澳门国际机场提醒你 出行注意天气变化 各位观众晚安 受到一股偏南气流的影响 本老今天是天气浩热 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 下午有个雷雨 持续受到一股偏南气流的影响 预测7月17日的天气是大致多云 间中有着雨 气温又为涉事26至31度 相对湿度介乎75至95之间 空气质量方面 预测7月17日的空气质量 预测7月17日的空气质量指数 级别属于2号之普通 最后看看其他各大城市的天气 辉尖7月17日的空气重 预测7月17日的空气 预测7月17日的空气 根本下也等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澳门历史城区列入世为明禄十周年纪念日 澳门日报《新闻小雨》指出 入围十年间当局努力保围宣围 但是城市急速发展的过程中 民间保育事件不断 可见全民保围意识提升 亦由此反映 《文化遗产保护法》虽然生效了一段时间 仍具有改善的空间 本澳车辆以年坤5%的幅度持续增长 对交通带来沉重的压力 市民日报市民自然认为 政府将取消首批一共11个停车场的月票制度 令公共资源得到利用 交通事务局全面推行分时分段收费模式 同时只是调整日间繁忙时段的收费 目前的治安情况已经和回归之前大为不同 《华侨报不华》之论认为 难免会引来一些不法之徒网上分一杯羹 而且不法之徒现在会适用法律保护自己 所以如果有任何一个和治安有关的部门 不主动审视社会发展对他所提出的要求 不法之徒有机可乘 令到执法工作功规一轨 Let's call in 欢迎回到澳门开港的现场 我们今天就会和大家探讨一下新修订预算纲要法的相关议题 刚才有微信嘉宾陈先生也提到 其实我们已经要加强在预算具体执行的时候的一些力量 或者监督的力量 其实现在财政局也有一个相关的 算是相关的一个职能 就是对预算违法的行为是事后可以追究的 但是老实说他没有违法或者执行上有问题的时候 其实现在老实说是没有任何的规范 所以其实在资书文本第七最后的规定 第七章过渡和最后规定都说了 其实在新的预算纲要法里面 会赋予财政局监察澳门特别行政区的预算执行 其实就可以赋予他事前和事中的监察 以及亦都规定所有政府部门要和他合作 陈sir 也就是这样写了 条文我们当然不知道 但是这个方向是否也是可行的呢 具体要关注些什么呢 具体关注的是如何落实 有什么条文可以明确写清楚 因为过往在审计法院里面 这个条文里面就有违法行为有罚款的 现在审计法院没有了 去了审计处 去了财政局 当然也有立法会的公众监督 现在看到财政局本身如何去执行监察权呢 如何去执行这个罚则呢 有没有很清晰的配套的法规 是定到出来补充有关现行条文的不足呢 第二就是财政局就是这样 你说要加强 但是我们看不到条文 那审计处存在了 你没有提到 那审计处的功能是什么呢 做几样东西而已 政府的帳目审计 专项审计 行公量审计 回归以来 一直不停行 我做了一点统计 2007年就最多了 做了8份 接着呢 每年都是5份4份 那审计报告呢 有很多大家都说 爆了这样的东西出来 包括了北安码头 幻澳大校区 轻轨工程 基金会资助等等 我们最近都看到 中央公园 罵到七彩了 已经批评到 但是这份报告是被行政长官的 亦都会看到在报告后面 有关的机构 政府部门有个回应 通常都是我们会检讨的 有改善的空间的 我们很重视的 接着 没有什么 是 如何执行呢 不是执不执行 是有没有罚执那一刻 没有的 你审计只不过说 说给审计 他不合 他不合 行政长官就说 知道了 明白了 我们清楚了 完全没有这个责任的问责制 是 意见 接受 作风 依旧 这样的审计有什么作用 有什么意思 只不过增加市民的不满 破坏社会和谐 不是这样的作用 故此 第一点 就是说 具体条文 你真的能不能给到财政局 或者你可不可以加强审计署 这些方面 就算收到法工计报告之后 行政长官有一个掌程的机制 是给到市民看到 对于一些执行不力的 或者是 预算是做得不好的 或者一些官员有一个问责的制度 第二就是说 关于有关预算 现在的文本 我希望大家看看 第三十页 不要说大家没什么意见 第三十页 网上也有下注的 有的 宣传就不够了 只有一次攻击 我现在宣传了 财政局有一下注 他说 任何的预算修改 只要不涉及特区总开支预算更额 增加的 就是增加 只需要行政长官批评就可以了 至于其他的项目 虽然陈教授说 是专款专用 但是他说 有很多法定的情况下 又可以豁免 法定的情况有四项 要看一看 第一个就是 不可预计 不可拖延 基于内部安全 或者涉及公共利益事实 第三个就是 新增 重组 合并市超部门 这些也是除外的 運用 備用扶款 作为追加的抵消款項 这些都可以是依法的法定情况做的 换言之 看上去就好像很紧 其实就很 有十四栋门开了 很方便支援去做这些工作 刚才都提及过 香港的基本法 对澳门基本法 在立法会監督里面 是有少少 写法上不同 但澳门基本法第七十一条 第五行 是列明了 立法会是有权 就公共利益问题 是进行辩论的 是 在七月十四日的 公开资讯会里面 都有市民提出 喂 这样的情况下 可不可以 政府将三千万以上 的公共工程开支 是要交给立法会 讨论辩论的 增加这个透明度 也都有议员提出 不如四千万 你每行这些大型的 是跨年度的 就交给立法会 辩论讨论 政府主动交给立法会 不是通不通过 是给一个程序 使市民能够有一个增加资情权 立法会有一个行使的监督权 就不像现在那样 轻轨也好 不安码头也好 等等的情况 是完全是失控 不过陈sir 具体称作的时候 是否现在 譬如他也有说 在具体预算纲要法入面 例如将来提到的预算案 预算纲要法 新预算纲要法的时候 其实他应该要分门别类 有些列项 包括其实他有一些跨年度 本身在预算外面要写明 其实在那个时候 讨论是否都是一个 都是讨论 其实在那个时候 大家都谈清楚 尤其对一些重大项目 是否在一个执行上 更加合理呢 应该在条文上 清晰写明 因为现在做的 例如跨年度的时候 是需要的 有时两年三年 就是透过政府公布 行政长官的批示 来到去执行 那我们大家 看报纸都少了 何况看政府公布 是吧 那这样东西 还有立法会的议员呢 在这方面 如果你没有一个程序 是必然去进行的呢 他们能够发挥的 作用的时间 空间 或者机会就会少些 如果是固定了 在预算的预算 预算外面 变明了出来的时候 可以促进这方面的事情 明白 陈教授你又怎么看 这些具体的安排上面 首先我是非常赞成 刚才陈sir所说的 就是立法会应该 立法会应该是 就公共利益作辩论 尤其是当 涉及到一些重大的开支的时候 这个应该是 行政部门应该要主动地 去进行这一种的 沟通和协调 令到 经过立法会来到 去讨论的时候 起码 让公众知道 原来有这么大的钱 要花 而立法议员是 进回去 作为监督政府的角色 我觉得是非常之好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说 刚才提及到 财政局的功能 OK 首先我要少补衷 就是说 其实每一个澳门的部门 它里面都有一个 财政署或者财务署的单位 它里面已经是 看着自己的部门 我们今年有多少预算 是不是很合法地去洗 是不是到最后是平衡 其实它们自己内部 已经有一个监督或者协调 而整个政府里面的财政局 又有什么角色呢 如果财政局只是看回 A部门你今年 洗净多少钱 B部门洗净多少钱 那和一个出立员有什么分别呢 所以基于这样的原则 我们觉得 其实财政局应该是有一个 就是在任何的 一年里面的中间 或者牵涉一些重大的 工程的项目 开展到中间这个期间 财政局应该就要发挥一个 主动的介入 是的 没在监察的功能 就是看回每一个部门 在预算的目的 和预算的具体的开支 是否吻合呢 这里是需要很重要的 最后一点我这里想补充 就是说 那个经常开支那里 就是其实呢 我们看回过去 就是近几年 很多立法委员都批评的 就是说呢 就是政府经常 某些部门 在那个经常开支的预算的增幅那里 是很大 可能上年是一亿 接着呢 今年又要四亿 哇 为什么突然间多了那么多呢 那如果这个经常开支 是每年这样 是没有一个规范 去监督那个升幅的时候呢 可能就会 就是洗大了 就收不回 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我想 政府也需要定立一些原则 就是说 每年的经常开支预算的那个升幅 应该和什么挂钩 这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 那当然 非经常开支 你要看回 譬如那年会不会有重大工程 公共建设 那就是另外一件事 但是起码经常开支 大家都知道 你一开了一个新的名目的话 尤其是政府的经常开支 很难收收制 就直到永远的了 就是你一定是每年都要花的钱 而且加上来说 也很正确 譬如有时在其他财政的手段的话 其实可能一个经济 比如一个地区的经济低潮的时候 经济差弱 相反一些非经常开支的投资 其实它会加大一点的 没错 就是去刺激经济 所以其实经常开支 所以其实经常开支 以及非经常性的 一些投资项目的开支 其实是两个项目 如果你一起看 可能就不是一个这么合理的情况 还有正如回应刚才陈sir 最初开始讲的 就是说 其实立法会现在远远 好像被人困住脖子 立法会的权力是很有限的 就是在财政方面 所以政府一定要 我想整个制度 整个特区政府的制度 行政、立法两个之间 那个权力要有少少 重新去调整才行 明白 我们电话里面有观众朋友 林先生的 林先生你好 你好 是林先生 你怎么看预算干预法的修订 请 全世界的议会 所有有议会的职能 都是一件事 就是监察政治的权力实体 就是简单来说 就是监察政府 是 用什么方法最简单呢 全世界议会 都是得出一个结论 就是监察他的财政 让他不要乱使钱 是吧 即使那些 好像立税堂 甚至军国主义的日本 当时事大战之前 他屡屡 要解散国会重选 等预算可以过 不是一次的了 你看历史 几次的 每次 每次国会拦预算的时候 他就解散国会重选 都用这个方法 为什么呢 他实在是 其实澳门也有的 你一样可以 不通过的财政预算案 也是解散的 这个类似的机制 但现在问题就是 没有人可以去 可以有一个 叫什么 拒绝政府提案的 把握 把握就可能没有了 不过至少立法会有这个权 确实是 有这个权 但是没有 这个政制设计 好了 如果我不讲这个问题 比较什么 是 时间关系 我想说 理财 其实八个字都说完 就是两日为出 还有开完折立 好了 现在政府最大的问题 澳门政府最大的隐忧是什么 脑袋 分裂成不同的部分 很简单 比如我们那个中厚的财政师 梁维特先生 他是一个厚度的人 我看他都是中厚的人 所以警钟场名 一定告诉他 一直告诉他 如果跌到什么 我们现在要怎么怎么 响了警号 是吧 但是有些 坏家仔 完全不同的 人傻钱多 依然 这些倒水再跌 不关我们的事 今天没有影响 什么都没有 OK 那种意思就是 不要紧 你财政管家是你 不关我事 还有些 公务范囚的那些 喂 什么时候员工 多少封顶 不知道 不要问我 不明白 不是我做的 喂 你都做了这个位置半年了 你是不是 不断继续看一下 那些信息 好像我们以前80年代 公务员那里 那些信息 70年代60年代都有 我们都要看的 是吧 你怎么可以完全说 一句话 我不知道 不是我经手 跟着就可以 所以政府现在这样的思维 各行其事 但是 当家那个看着那个米缸 受到不得了 嗯 那个负责煮饭的 负责请客的 哇 豪爽到不得了 如此情况之下 即使没有立法会的制作 这个财政一定崩溃了 是不是这么说 嗯 哦 他经常处置了几千亿的储处 我们再说一次 就是说 一家有三千 一用两千 全无新计 你用得几年 明白 OK 多谢林先生的电话 林先生也是说了 量入为出 要开完截楼 其实在基本法里 我们的财政上 也都写到明 是真的要量入为出的 那就是确实 如何开完截楼 等一下再和两位嘉宾探讨 我先看看广告 回来再和大家 澳门开港 响片豪江 控鹤残身 活化外刀 致圆共享 外刀酒店的繁华梦 因为各式赌场的建立 被时代淘汰 如今控鹤残身 长期空置 未来会有什么用途 何时线会照标 事师评论院 郑国强 事师评论院 杨达夫 7月17日 星期五晚7点 应于出席 莲花卫舍澳门开港 和嘉宾主持谭子强 以及观众一起讨论 关于外道活化的话题 期待你的参与 澳门开港 欢迎你来问证 欢迎回到澳门开港的现场 欢迎回到澳门开港的现场 今天和大家探讨一下财政预算的话题 其实我们刚才也有很多嘉宾提到 有关财政预算上的局方面的问题 如何增加一个透明度 以及监督上 确实是如何落实执行 因为现在财政局 确实没有什么 就算理论上有些方向 或者审计署也有些职责 但具体上 真的没有什么工具去执行 可能连提交资料的情况都不行 所以这个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或者我们先听听 观众朋友的电话 应该是有崇先生的电话 崇先生你好 各位主持人你好 各位主持人你好 今天讲讲的预算 江耀法 江耀法 他说了这么久 那么多问题 他始终都不拿去立法会那里 就是那些开支 好像以前那样 借家那么多工程 超支 超市 那么多问题 他都不拿去立法会 嗯 就是立法会 起码多些人不知道 他这样做 方便某些人做事呢 例如呢 嗯 嗯 利益输送啊 嗯 那些咯 还有问题就是 如果是不透明的 那些东西 那些东西 你怎样给个信心 那些市民 觉得你是 没有贪污的成分出现 因为现在很多工程 都是超了 预算的 全部都是 超了 那些钱 那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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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讲这个问题 都值得关注 所以你觉得 就是要增加透明度 加强一个立法会的监督权 是啊 还有呢 其实也有意见就是 其实一个我们采购啊 和一个工程承批 承批的制度 那些法律都很足够啊 是不是这些都要与时俱进 去修订回它 包括对 那些强益的承证 我知道 但是你最基本 你现在都要 你说你修订了 为什么都好像没有说 给立法会 拿上立法会審议下 那整个预算案就有了 但是似乎就没有一个续项了 这方面 那还有一个问题 关于梁维特 说澳门的赌收 就跌过某个 红线水平 是的 一百七十凌亿 是的 就是他才想 怎样去 省钱 他又不是 他说一百七十凌亿之后 就要去解冻的了 他又不是 到时才想 他就说 应该早应想 应该年多前应想 嗯 因为花毛八日红 你没可能整天都这么高的 是 因为开赌很容易开的 不是很难的 嗯 那你怎样省 现在他才想省 省钱 省这些省 就是 政府的部门开支 崇先生 刚才你说的 折留 肯定部门开支 包括公共工程 如何确保他不超支 开完上面 你有什么看法 开完 其实长远算 政府做回最好 政府做回 好像 但是 以前 听我先说 有个议员 他去 即是去参选的时候 他那个政綱说 他说其中一家都不是自己做的 但是 但是 他说 他说做其中一家 其实 政府做回 你找 一些人 去 政府 看着那些人去 搞的 但是崇先生 你对公共工程都没有信心 政府有人管你 还没有信心 什么 公共工程都没有信心 你最简单 你那个 财财的税 那个赌税收入 你是不是 给少人赚先 你赚了 嗯 明白 你是不是先减少 什么赌桌面 赌桌底 那些古灵精怪的东西 明白 OK 多谢崇先生的电话 崇先生就说 我们政府自己白岛 也是一个开源的方法 大家去讨论一下 在微信里面 我们接到 是执业大律师 洪荣坤先生 洪荣律师你好 怎么看财政预算的干扰法修订 请说 大家好 其实关于这个财政预算干扰法 其实 推出就不可以完全解决 政府的预算问题 因为大家都知道 澳门工程超支是严重的 只不过这个是第一步 第二步 关于究竟有没有 佛侧或者官员问责的问题 其实我是想说 关于那个 官员问责的问题 如果是佛侧的话 例如你超支几十亿 罚你的政府官员几万 或者几十万 对政府来说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损失 但是另一方面来说 官员究竟有多少钱给政府罚呢 是不是要贴钱去打工呢 其实有很多时候 我们可以分析到 五个司长 哪个司长最难做呢 超支最严重就是工程 工程那个工程 土地公募运输司司长 他有多少钱给你罚呢 其实最主要是 政府究竟有没有一个 这个预算 那个细心一点的计算方法呢 不会令到观众 譬如一开始工程就说到 好像很便宜 突然之间又增加 或者追加多少 又说工程延伍 其实他在预算之中 有没有解决所预见的问题呢 那会不会有时会报大数 有时会报小数呢 其实很简单一样的就是说 我们怎样去录实这个预算 还有很多细节需要去谈谈和录实的 包括立法会议员 怎样去监督这个预算的细则 怎样看那盘数 因为大家都知道 立法会议员也都未必 个个是一些会计师 也都未必是一些工程师 那他怎样去计算这个数目 怎样去执行政府的数目 怎样计算出来 或者将来执行是怎样呢 其实我们是需要透过一个 技术部门的协助 那如果譬如你说 在财政局 如果他要去查一个司长 关于那个帐目执行预算 我相信有些困难的 因为你始终下级查上级 那他最终的报告是交给谁 交给立法会 一定交给行政长官 还是交给他的司长 去做一个总结报告 那其实这件事我们觉得是 一个比较不合理的架构模式 因为很难掌控到下级查上级 究竟查得真不真 所以有时我们是不是 现在现有的审计部门去调查 因为他直接向行政长官负责 那你如果在这个独立的部门去查 是不是会好过你在政府部门里面 自己查自己呢 这个可以解除一些工作的疑虑 我觉得是这样 但是起码一样就是说 这个法例是一个行第一步 我们不要期望一步就可以做完 因为都要慢慢来 相信特区政府这十多年的运作里面 都是一步一步慢慢来 没有可能一步到登天的这个情况 我相信是暂时做不到 OK 多谢了红律师 红律师说 即是预算怎么定得准呢 都是重要的 否则定了出来 不准就其实没什么意思了 陈sir 是不是有些其他意见要补充 请讲 第一样东西 任何工程里有个立行 立行的时候 你就真的要做好一个精算的计划 就不像现在我们的官员或部门那样 我们是估算的 估算的 估算都是估错的 关键是估错又不用负责 是的 所以这个问责制是很重要的 我打个比喻 工营机构 就说你罚不了钱 你去问责制 那私人机构会如何 如果私人公司 遇到出现这些大型超支的问题 会如何 再简单一点 你家里装修 如果装修的师傅告诉你 装修费超支 那你会如何处理呢 会不会任得他 施工无期 预算又无期 不会的 私人会做这些事情的 现在政府出现什么问题 法律法规是否制衡 是不是我们的程序又好像要调整 举几个实例 巴士批级 陆巴说不做了 就不做了 维好联会不做 轻轨 现在的厂房 又说他交不了 那过程的批级合约里面出现什么问题 A区填海又出现问题 又停工了 甚至有一个很具体的 天然气供应 已经停了几电了 上游 上游停了 那你不能追究 你的合约怎么签回来 你的批级干牌是如何的 是不是不需要负责 那现在的损失是如何的 回归前的时候 或者有些批地 或者一些入格金 那时候又说地盘不好 于是乎我们特区政府 就很仁慈的 不追他入格金 不收他的土地 嗯 到现在了 土地限制了这么多年了 那又可以放山了 那政府是不是要负责任 另一件事就是 所有的预算 财政预算 不是说一个部门去做完 每个做完之后 交给你行政会 讨论过 研究过 先交给立法会 那你行政会里面 已经是 各个代表 或者是各个部门 或者已经全部 解决了有关问题 就不是出现 各自为政 这个情况 第二就是 你现在两日为出 每个人看着有钱 就要多花些 花钱 要用钱有道 有一个战略的观点 怎样将这些钱 有可持续发展 来用得其所 令到澳门 能够持续向前 过往几年的时候 常常说 我们博彩业 龙头产业收入丰盛 那些钱 我们应该是 协助适度多元 但是我们 钱多了 搞工资 搞多些项目 搞多些繁运工程 派多些钱 但是怎样去令到 社会提升 社会 当面临 倒叶 如果是 下滑的时候 我们怎样去处理 有没有 居安私危 那种 心态和危机意识 原来没有 说就有 但是做真的 看不到多少 我想你所谓 警钟长鸣 就变成了 好像音乐 听惯了就算了 那陈教授 怎么看呢 我觉得 公共工程的超支 就是要有一个制度去监管 那当然 其实现在政府 就比较上依赖 一些叫做公共工程监督顾问公司 来做一个监督 或者去看看他的预算做得很好 但是我感觉 那些顾问公司本身都要监督 是啊 没错了 如果那个顾问公司走了 那怎么办呢 或者他失职的时候怎么办呢 所以 我想政府 需要一方面累積经验 一方面看看 其实邻近地方 他们的政府法律上 如何监督这些公共工程超支 我们应该要向邻近地方学习 其实我们看回香港 可能高铁也有很大的争议 但是似乎它的超支 虽然比率 对澳门的工程来说 真的不算高 但是大家都一个很激烈的讨论 各方面 其实交代也尚算比澳门精神很多 是不是这方面 我觉得我们尤其大型公共工程 是要借镜的呢 起码透明度 香港高很多 即是在任何一个时刻 即是 他至少不可以在这个时候 回答你未知这件事 是的 香港的立法院议员 随时问他 提供一些资料 他立刻要给到你 嗯 那陈sir呢 嗯 新一届立法会 有些改善了的 起码公共财政事务委员会 在去年也开了11次会 也开了不少会 但是我们会看回 有关报道 他是叫政府机构来解释的 是 跟进回去执行 有跟的 但是解释完了 告诉他们 那有什么情况 开完会就算了 那就是你刚刚完成的 口头质询 是吧 议员有议员说 官员有官员答 到了法定时间 是有关完语强 答应如何落实执行呢 就真的不知道 都是一些口水箭 那这方面来说 立法会 是要 争取和履行自己的责任和职责 陈sir 如果你给一个最重要的原则 你觉得身如雪 官员法 应该有什么原则 你觉得要落实呢 就是一句说话 一句说话 这个 掌情制度 掌情制度 以及正确性 正确性 即下的责任制 一定要做到 否则是一个空谈 明白 陈sir 怎样看呢 我觉得应该要增加透明化 以及要增加文责制 不过 我想简单再补充 就是说 这个只不过是 纲要法的第一步 将来希望我们有些具体的 预算法 内容 其实採购法 以及工程承栏 其实都是很多问题 这个纲要法 只是一个原则 都是几十年未收定过 大家预算干扰法 或者我们的财政预算和执行 其实都是关系着 我们的特区政府的财政开支 就是一个最重要的一环 希望大家继续把握时间 在8月20日之前 向财政局就这个新的预算干扰法 发表你的意见 明天我们会和大家探讨一下 爱都酒店活化的问题 明天再和大家 澳门开港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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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